妮妮的红长裤 妮妮是一个怎样的小女孩呢? 她的个性是如何呢? 哦,原来妮妮不管什么事 都想自己做决定 她决定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她决定自己要喝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 她决定自己该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要是妈妈为她做了什么决定 或是提供意见 她都会大声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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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过年前 隔壁小青的妈妈 为小青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灯芯笼长裤 大家都说漂亮极了 妮妮好羡慕小青 她也想要那样的长裤 妈妈带着妮妮去买长裤 童装店里有各式各样美丽的衣服 但是妮妮一心只想找到和小青一样 灯芯笼长裤 妮妮兴奋地说 在这里 有四种颜色的呢 妈妈问 那你想要哪种颜色的呢 妮妮心想 不能穿墨绿色的 那会和小青一模一样 可是她已经有蓝色的长裤了 而那件鲜红色的又太红 妈妈说 我看就买这件暗红色的好了 妮妮很生气 在心里暗暗地说 那是我的长裤 我要自己做决定 她直觉新红色的长裤大声说 不要 我要这件 真的吗 你不要再考虑一下吗 我觉得太红了 妈妈说到 妮妮气嘟嘟地说 我决定了 就是要这件 妮妮穿着新长裤回家 心里很得意 觉得自己好像打了场胜仗 但是一进门 爸爸睁大眼睛地说 哇 这也太红了吧 这件长裤真的很红 比鞭炮还红 比红苹果还红 比贴在大门盘的春莲 还要红啊 妮妮开始觉得很难受 她有点后悔了 但是她不敢说 更不敢穿 过年的时候 妮妮穿着红长裤 去外婆家拜年 外婆说 这件长裤真的喜气啊 阿姨说 还挺漂亮的嘛 表姐说 妮妮变成红鸡女了 大家都瞪着 妮妮的红长裤 她觉得好乐好乐 脸红得像苹果 邻妮的小孩 还为她的红长裤 编了一首歌 她们一见到穿红长裤的 妮妮就大声唱 妮妮爱耍裤 穿着红长裤 像大红蜡烛 蜡烛烧屁股 痛得娃娃哭 妮妮真的哭了 她躲在房间里 怎样也都不肯出来 她生气的大叫说 我再也不要穿这个长裤了 妈妈敲敲门 走进妮妮的房间 坐在她的身旁 妈妈说 妮妮 我们明天再去买一件长裤好了 妮妮抬起头 惊讶地看着妈妈 真的吗 妈妈摸摸她的头说 可是 这次要用你自己的压岁钱买 好啊 妮妮笑了 妈妈也笑了 第二天 妮妮走进童装店 试穿了很多不同颜色和款式的长裤 她考虑了好久 才拿起一件米环色的长裤 转身对妈妈说 妈妈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呢 所谓的忠言利尔 就是别人的意见 未必是自己所想要听的 但是它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 你知道吗 圣经中也有一位 像你一样不爱听取别人意见的国王 他的名字叫做 西底加 这时候我们来回顾一下 犹大国的历史 或者说以色列国的历史 以色列国第一个的国王是 扫罗王 第二个国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大魏王 接下来的一个国王就是我们更熟悉的 那个自存 最有智慧的一个人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 因为离开了神 使到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 北国依然叫做以色列国 南国叫做犹大国 那今天我们的主人翁西底加 就是犹大国的国王 西底加之前的两任国王 一个叫做约卡 约卡 约卡 工作了 博伪 尔оль 就是otta 三个多月再次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 杀来攻击而再次被掳到巴比伦去 尼布贾尼撒王就立约亚经的叔叔 西里加做犹大国的国王 因前两任的犹大国的国王都背叛了尼布贾尼撒王 所以尼布贾尼撒王要求西里加向耶和华 尼布贾尼撒王 虽然西里加打印了 但是他心里面并没有真心想要归顺他 而且西里加依然行耶和华眼中抗尾尔的事 也让百姓任由他们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事 先知以利米也多次劝告国王 劝告百姓们要悔改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 在某一年巴比伦国发生了内乱 他周围的国家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脱离巴比伦国的管制 他们也邀请西里加一起叛变 西里加答应了 巴比伦国很快就平定他们自己的内乱 而且他知道了他们周围的国家叛变 特别是尤大国 尼布蒋尼撒王亲自率领大军上来攻打尤大国 他们围困耶路撒冷城 百姓不能进出使到情况越来越糟糕 同时也里米先知告诉这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存活 就是以自己的命为金物的必得存活 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他们必攻取这城 有些首领听到耶利米这样子说 就很不高兴 他们觉得耶利米不是为他们求平安 而是为他们求灾祸 所以他们就要求国王把他关起来 后来耶利米就被关起来了 宫中的一位太监 古石人叫做以伯米勒 他听见耶利米被关在监狱里 他必因饥饿而死 因为城中没有怎么凉食了 王就吩咐以伯米勒 把先知耶利米救出来 王打发人带领耶利米先知来见他 王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会想杀我吗 我若劝告你 你必不肯听 西底加王私下向耶利米说 我只觉那造我们生命至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杀你 也不把你招在要取你命的人的手中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层也不至于被火烧毁 你和你存家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层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 他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西底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怕 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 恐怕加勒底人会把我交在他们的手中 他们就戏弄我 耶利米说 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 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 仍是这样 犹大王宫里所圣的妇女 必都被带到巴比伦王首领那里去 这些妇女必说 你知己的朋友吹逼你 胜过你 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 就转身退去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带到加勒底人那里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 你也必死这城被火焚烧 西底加王最后 还是不听从上帝的话 一路撒冷城最后被攻破 国王在逃亡的过程中 被加勒底人抓住 被带到巴比伦王面前审判 他们在西底加面前把他的孩子都杀了 还把西底加的眼睛挖出来 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那里去 加勒底人用火焚烧了皇宫百姓的物质 又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 这次耶路撒冷彻撒底底的被毁灭了 如大国正式灭国 一个蒙上帝祝福的民主国家 一而再再而三的行耶和华眼中 抗威尔的事 上帝也不断地接接不同的先知 提醒他们必须要悔改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 始终还是任意忘形 最后沦为这样子的下掌 真是很可悲啊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 思考一些问题 欢迎你们与爸爸妈妈一起来分享 或者与宣记姐妹一起来讨论 妮妮与西底加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哦 原来他们都不太想 听取别人的建议 当他们发现自己所做的决定 有错误时 他们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看看妮妮 她怎么解决呢 由来她放下自己 用于听取别人的建议 那西底加呢 她还是一意孤行 不用于听取耶利米先知的话 当我们迷惑时 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 待会儿老师和你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可以先跟朋友们来讨论 分享 听听他们的建议 如果还是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请教爸爸妈妈或长辈们 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 可以给予我们更好的建议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需要寻求我们的天父爸爸 我们透过祷告 透过读经 灵修 能够明白天父爸爸 所给予我们最好的建议 来做最正确的决定 主耶税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建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建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当我们感到迷惑的时候 可以主动寻求上帝和师长的帮助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存心存意的依靠他 现在是君据时光 你的画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119篇105节 我们再念过一遍 你的画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119篇105节 是的 耶稣基督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人生随时的指引 同学们